新妈的樱花小院真的是好美 相信它一定也是付出了非常多的心血 那这个小院也一定会给它很大的回报的 大家还记得我的这一条 阴生小道里面的植物的搭配吗 那去年我们在这个种植的时候 为了考虑它四季的一个覆盖效果 就进行了一些搭配 那比如说这个位置 我们放了这个脚颈和玉簪 脚颈它去年冬天 完成了它的使命到今年春天 都是它在装点这个角落 现在玉簪已经完全都长出来了 脚颈它的使命基本是完成了 那我可以把它直接拔掉 那其实正好也给玉簪 倒出了一个更大的生长的空间 那同时这边的这一棵老棺草 它也会有一个更大的生长空间 有利于它后期的一个生长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搭配 我们是冬季茂盛的和夏季茂盛的 是交叠的去种植的 这样的话它可以保持你一整年的一个景观的一个效果 像当前这个季节 蕨类的表现就非常好 这一棵是红盖玲毛蕨 它叶子刚长出来的时候 是古铜色的一个红色的叶子 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 会慢慢的向绿色转变 现在是一个有一点偏黄绿的这样的一个颜色 非常的好看 这一块也是现在表现比较好的一个阴生区域 那这里边我最喜欢的植物 玉植物在这里 它的叶片非常的鲜亮 然后这边是一个花叶的油点草 花叶油点草它冬天的时候 其实如果温度不是非常低的话 它可以保持长绿的一个状态 那这一棵的话也是长得非常快 去年只有两三个枝条 今年发出了大概有十几根枝条 我都挖出来送给朋友了 包括这个是阴生区域必不可少的玉栽 这个是热带雨林这个品种 它的花色 它的这个叶色真的是太好看了 好喜欢 然后这边也是另外的一棵 小裸根种出来的一个小玉栽 也很漂亮 这边种的是一棵老棺草 因为这个区域花叶的品种是比较多的 需要一个普通叶色去压一下 虽然是普通叶色 我也选择了一个叶形上比较特别的一个品种 这个老棺草 现在它的我们看到花头上的花苞非常多 很期待它开花的样子 这边也是为了配合季节的变化 做的一个音声搭配 主要也是繁根割和玉栽 然后这里面我加入了一个线性线条的一个叶子的植物 这个是山脉冬纯金啤酒 然后它的颜色现在非常的亮 白色 很喜欢它 然后这边是有锈球和铁筷子 它们是可以保证一个冬天的一个效果 这个区域主要搭配的是洛心腹 像这个洛心腹它发芽其实是比较晚的 所以我在这边给它搭配了雪片莲 雪片莲在洛心腹没有发芽的时候 完全在这个地方盛开小水滴的花朵 非常可爱 后边洛心腹长出来了 营养货也长出来了 它们就来做这个工作的交接 也是非常的和谐美丽 一生花园当中 杜鹃也是一种非常必不可少的植物 那我呢也种了蛮多的杜鹃了 这里边呢有落叶杜鹃 有安库杜鹃 那今年呢我也尝试的种了一颗高山杜鹃 高山杜鹃的花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迷人 那据说呢它是比较难度下的 我把它呢种在了一个比较阴凉的地方 希望它能够安全地度过这个夏天 最近呢园长呢 他去了上海的滨江森林公园 听说呢那里边呢有非常多